阿佑的網路節目 阿佑的調色盤 今天邀請了閨蜜劉盈娜出演 當天節目上 兩人除了進行友情測試以外 也透露了不少只有兩人才知道秘密 像是被問到兩人最長的通話時間時 劉盈娜好不猶豫的回答三分鐘 而阿佑也笑著坦承 我非常不喜歡講電話 就算是和媽媽或盈娜聊天 也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接著跟透露自己唯一不會覺得講電話不舒服的人 就是經紀人哥哥 因為我們要談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而節目播出後不少網友也笑說 不知道李仲說我爸聽到後會不會吃醋呢 請在那邊 剛才一聲 我們先生剛才看見